老问题了,又是老问题了 当老外给你说Thank you的时候 你要怎么回答呢 我们以前一直受了教育 就是叫我们,叫答 You are welcome 可是现在你又看到一些人拍视频说 不要回答You are welcome 不要回答You are welcome 可是You are welcome是没有问题的 完全没有问题的 小伙伴有人跟你说谢谢 你怎么回答呢 用普通话来回答呢 就不客气 不客气就是You are welcome You are welcome不客气 还有呢,不用谢 不用客气 对不对 广东话怎么说呢 不用谢 广东话呢 就同个意思啊 You are welcome 如果你不想这么典型的回答 You are welcome的话 你可以说No problem 没问题 就是不谢 No problem 或是No worries 不用担心小意思 No worries也可以 No problem No worries也是可以 还有一句哦 还有一句哦 也是很特别的 OK 来,看片 看到吗 当年的Harry Potter 应该 这个应该是第一集 Harry Potter 当那条石 跟他说OK Thanks的时候 你看那个小哈 小Harry 小哈利怎么回答呢 Anytime 对不对 所以当以后呢 有人跟你说 老外跟你说 Thanks 或者Thank you 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回答 Anytime You got it 你学会了吗 OK好嘞 这次分享到这儿 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 请给我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收看 Gracias Demagac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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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